大家好 在今天中午暖和 許多地方的溫度 到了28度 29度 這樣暖和的感覺 就到今天的白天 因為從今天晚上的深夜以後開始 西伯利亞冷高壓 將要逐漸的南下了 溫降的幅度 也隨著從今天深夜以後開始 逐漸的要明顯 所以提醒你 明天的時候 外出穿著要注意了 我們用幾個注意的事項 來告訴大家 因為最重要 明天剛好又是週休假期 週休假期 冷氣團即將籠罩台灣的上空 冷氣團的定義就是 低溫的部分低到14度以下 就台北側站的定義 但明天如果你前往高山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晚上的溫度在0度以下 在植物上面會有結霜的狀況 露面上面會有結冰的狀況 許多朋友都問我說 會不會下雪 目前看來的話 在明天的晚上 晚上到後天的清晨的時候 在這北部的像太平山區 有一點點機會 那荷歡山 荷歡山幾率其實算低的 因為最主要 水氣量偏少的關係 那整體來說的話 因為在明天的時候 水氣會進入相對的 濕度來說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我會提醒大家注意就是 3000公尺以上高山 會有結霜的狀況 那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倒是在這波冷空氣影響 6的晚上到日的清晨 什麼大壩間 雪山 倒是有一些些的機會 可能會有飄雪 或下陷的狀況出現 所以山區活動穿著要注意了 海邊活動要特別注意 今天的風浪在小浪 今天晚上開始變中浪 明天要變成大浪 沿海的陣風要到11級 還滿強的 11級的強陣風 桃園的新屋 台中的吳七 嘉義的東石 還有包含恆春鎮的洛山風 都會有這樣強陣風 還有明天禮拜六 如果你要到海邊去基調的朋友 東北角風力部分也偏大 還有會有風狗浪出現 所以海邊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了 往北走 明天如果南部的朋友 往北走要注意的是溫度 晚上的溫度降到13度 明天晚上 你穿著方面 一定要特別注意保暖 南部的朋友會說 還有這樣高溫嗎 29度 28度沒有了 明天的高溫部分 整個往下降了 明天晚上的南部地區 台南16度 高雄16到17度 溫度形態來說都往下降 那恆春呢 恆春明天晚上 大約在20度到18度之間 所以整體的溫度形態來說 週休假期 冷氣團的籠罩 再來要特別注意的是 下週三 下週三更強的冷空氣 進入我們台灣的上空 尤其在週四到週五的時候 溫度狀況來說是偏於寒冷 這個冷度幾乎達到寒流的程度 就要看整個主高壓下來的強度 再往南緯度一點點 再低一點的話 我們的冷度就會達到一個寒流程度 在週四到週五 那我們現在這時候來解析一下了 先來注意到這張真實色彩的雲圖 這張雲圖用的時間點是1900的雲圖 我們可以注意到雲層的發展 從大陸的華北地區到山東半島 一直到韓國 甚至到日本西北部 有沒有注意到 雲帶正在逐漸東移 這個雲帶是從印度洋 輸送過來的水氣 而這個高空長水氣輸送過來之後 通過了整個長江以北 造成了明顯的降雪的狀況出現 所以大家從新聞當中可以看到 華北地區暴雪就是這個原因了 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已經開始整個從西伯利亞 往南的方向開始衝下來 所以冷空氣的強度 現在晚上已經到達了長江流域 而在我們台灣上空 這個水氣發展是由西往東走 對於我們台灣來說 水氣量其實是偏少 北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條封面雲帶 這封面在今天深夜的時候 就要開始從台灣北方海面 滑過去了 我們從這個衛星雲圖上看 就只能看到一些 比較溫度低的雲層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紅外線雲圖上 可以看到在高尾度行走 明天的時候華北地區到東北地區 還有包含山東半島 也會因為乾燥冷空氣的進入 溫度更低 那水氣的部分減少 雪的部分要停了 而在我們台灣上空 明天冷空氣開始灌進來 你今天晚上的低溫 也就是明天的最高溫 明天的中午以後溫度再降 今晚19度 明天的早上的時候17度 明天中午到下午的時候15度 明天晚上的時候 就剩下13度C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是 北部的溫度偏低 包含了台北基隆 宜蘭 桃園還有新竹都是偏低的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高壓系統快速的 在正在南下 這一波冷空氣影響 兩天的時間 那我們再來看幾個時間點 第一個 明天晚上的地面圖 可以看到很高壓下來 帶下來強的冷空氣 明天晚上的溫度13度 這個在6跟日的時候 溫度狀況偏低 到了禮拜一 高壓系統就已經 一進到了東海的位置 冷空氣釋放完一波了 另外一波冷空氣 要注意是19號的時候 19號下來的這波冷空氣 強度的部分更強 整個緯度的部分會更低 所以相對的 它下來的冷高壓的強度 會預估在下週三的時候 下週三的時候 高壓系統就逐漸的往南移動 下週四的時候 高壓系統接近到浙江 到了下週五的時候 高壓才東移 所以要特別注意 是下一波的冷空氣強度 甚至會使得北部地區的溫度 降到10度C 要特別留意是下一波冷空氣的影響 對台灣的溫度降幅明顯 我們來看一下溫度 先注意到 這不是溫度錯誤 是告訴你今晚的低溫 就是明天早上的高溫 明天晚上的溫度再往下滑 中部地區也是一樣 明天的一大早高溫 就今晚的低溫 再來上不去了 南部地區明天還暖 但明天下午風力要變大 東半部地區要轉雨了 外島地區的溫度形態來說 已經偏遠寒冷 明晚馬祖溫度降到10度以下 未來一個禮拜 兩天冷氣突然影響 禮拜一溫度深 禮拜二溫度深 禮拜二晚上冷空氣下來 再來週三 週四 週五 天氣寒冷 外島地區甚至降到7度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海風大騎車注意 王杯走